大家好 恭喜發財 今天是大年初一 祝大家新年快樂 為什麼要拍這個拜年影片呢 因為小猴有事請託 剛才大家有沒有關注到我的Facebook 今年大家過年的時候都會買瓜瓜樂或者是樂透 我也不免俗的買了幾張 結果每一張大概只有瓜中100塊或200塊 這次買瓜瓜樂沒有中獎 那在玩瓜瓜樂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會希望說 瓜出三個同樣的金額嗎 沒有想到我這個三個都一樣的 就是我剛才FBPO的 我要換購那個便利超商的造型烤盤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造型烤盤 就是這個 這個造型烤盤呢 我想說這次的還蠻可愛 我就集六點來換購吧 但是換到了什麼呢 給大家看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的Facebook 請看一下我到底換到什麼 呵呵呵 好給大家看一下 我居然 換到了 三個一模一樣的藍色烤盤 你知道我一開始打開第一個的時候 我這樣打開我覺得超開心的 然後打開第二個我已經笑不太出來了 當我第三個一打開的時候 你知道我心中充滿了悔恨 我想說天啊 為什麼我在玩那個瓜瓜樂的時候 三個金額都不是一樣的 一直共過 我真的沒有偏財運 那提到的偏財運呢 你們知道還有誰沒有偏財運嗎 媽媽 蛤 蛤 你不是也買瓜瓜樂 是啊 你有種嗎 沒有 你共過你刮幾張 我刮了一張而已 你刮了一張 那你後來也還有再買嗎 再買一張 又又又又又沒有 再試共過 那那個妹妹跟爸爸有種嗎 都沒種 蛤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現場的直播 我們家真的都沒有種 真的很衰 那現在來到的是 小猴的爸爸媽媽家 那其實初二才要回娘家 那為什麼今天初一就要回來呢 因為主要是有人在做工 我們今年的防曬產品要做DM 所以呢在房間裡面就有人 啊被關起來了不想入境 好 他們現在很低調 那這就是我們的家 稍微有整理一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不是廣角鏡頭 因為家裡有整理過 所以特別讓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新年裡面呢 我覺得初一算是 一年當中新的開始 就算你買呱呱樂 買樂透 或者是你換什麼獎品 沒有種都沒有關係 因為初二再買 初二又是全新的一天 那麼在這裡公祝大家 新年快樂 還有直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剛才給大家看到嘛 就是烤盤啊 我都三個都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換購那個烤盤 有不一樣的 你剛好缺藍色的話呢 麻煩跟我換一下 我非常需要不一樣的烤盤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烤盤是什麼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快昏倒了 為什麼都會一樣呢 就是我是換到這個 藍色的烤盤 所以你們如果有 不一樣的就是 缺這個藍色蓋子的話呢 麻煩私訊跟我聯絡 我可以寄給大家 因為我現在還缺 橘色的跟 紅色的烤盤 那在新的一年呢 背後這幅畫 很多人想說 欸這個地方是哪裡呢 這個地方就是淡水的 面對觀音山的河景 淡水河景 那這是一個我非常好的朋友 北京的畫家華慶畫的 那這幅畫 我一直珍藏到現在 那跟淡水也很有緣分喔 因為 猴爸猴媽家住 新北市永和區嘛 所以我從小是在永和長大的 那到差不多30多歲的時候 才自己買房子到淡水紅樹林 沒有想到呢 剛才那幅畫 就好像是印證了我後來的生活 真的買在淡水紅樹林了 那現在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客廳 看起來是很寬敞的 因為我前鏡頭是廣角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的那個 家裡感覺很大 可是其實也還好 差不多42屏左右 這是廣角鏡頭的魔力 那很多人想說 廣角鏡頭看起來 跟前置鏡頭有什麼不一樣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把那個廣角鏡頭拿開來喔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 少了廣角鏡頭 有沒有發現到小猴的臉瞬間變大 這個就是廣角鏡頭跟 好 再裝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嗯 有沒有看到有差 所以我每次在連線的時候 我都會用廣角鏡頭 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可以整個身體跟臉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謝謝臉友們 就是臉書的朋友們 有特別提醒小猴說 在現場直播的時候啊 用廣角鏡會讓大家看起來 有瞬間變瘦的感覺 再新的一年 祝大家新春快樂 小猴的永和娘家第一次曝光囉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拜拜 拜拜